教育是属于全民所共有的,它不是任何种族政治团体的附属品,所以教育应该是以专业来办理,而不是以政治去处理。 您好,您正在收听榴莲台,DurianFM,我是苏德森。 榴莲当头,我是恩慈。 自由高照,我是小青。 天马星空,我是妍妍。 好,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九点的课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其实先提提吧,我们之前刚刚过的巫统的整个党选,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像昨天呢,我们首相纳吉也有表示说,国阵之间各个党员之间团结的精神,以及时刻以国阵的利益为前提,来妥善处理内部的问题呢,是国阵获得成功的要决。 那我们也可以从巫统的党选里面看到,他们党内,比起像是滑稽党的里面呢,是相对的稳定,而且比较,他们注重的是一个比较团结的一个精神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上,整个巫统里面呢,是相对的稳定,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遍,滑稽政党的话呢,就大部分呢,都是可能会有内斗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是,感觉上里面会有比较多的竞争,或者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呢,而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们再看看说,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发言,就是比利董联会的主席,大都理官员,他就说,在政府一一孤行推行,大马教育大蓝图已经等等,一些不理于滑脚的政策条文呢,其实就是看穿华社的一盘散沙的心态。 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比如说在教育大蓝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董总跟教总两边就分家了,两个就各自的去做一些事情了,然后其中一方应该是没有记错,应该就是华总跟教总就去提成了,然后就各个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了,然后感觉暗中也有一些在较近,较近人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所以,其实华社已经就是,华人也在大马里面的人数呢,已经相对的少了,然后在之中呢,还要在自己做分裂,其实确实是越来越,会让整个力量呢,更加的散乱了。 其实在回溯之前,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华人常常,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一个妈妈给一个孩子一根筷子,然后就要说你把它熬断它,然后,那男孩, 就很轻松的就把它折断了,然后妈妈就说,再给你十个筷子,叫你把它熬断,然后就把那个筷子折断了,然后那个小孩就用力的折啊折,可是就把这个十个筷子都没办法折断了,然后这个故事呢,从小就听回来,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传承下来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对于,如果被被指责,或被标签为不团结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比较不容易接受,而且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团结。 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从当初呢,华,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祖先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其实在各族,各个的,虽然都是华人,但是在不同的籍贯之下呢, 也是因为一些资源,或者是利益的分配上的不均衡呢,而导致从中,也会,就算是同乡,也是会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内战。 这可以从,比如说,惠州的克吉的叶雅来,跟张昌,在争夺吉伦坡的矿区啊,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华人并并不是那么的团结。小青怎么认为,感觉? 华人啊,其实华人,华人本来就没,本来呢,就没有那一个团结的本质, 至少这是我认为的,就是你要华人团结呢,除非就是,呃,就是大家共同面对那个生死关头, 就是,呃,就是你的,你就是大家,大家,大家,如果是共难的时候,呃,那时候会团结, 但是毕竟这种共患难的时期不会太久,所以只要这个时期一过的时候呢, 华人的那个自私本色就会出来,呃,就是自己过好自己,然后自己搞定好自己,嗯,都不会,嗯,就是一盘散沙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有很多一些组织也好,团体也好, 他们往往在创办的那一个共同患难,开创的那一个时期,总是比较团结的, 可是一到后来,一到后来,呃,有糖果分,有蛋糕吃的时候呢, 那个原本那种自私的本性就跑出来了,这是,至少这是我看华人的一个诠释这样, 嗯,确实在有难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团结,就是先保住第一关, 然后当平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其实也,呃,现在的趋势好像越来越糟糕, 像之前就提到,我刚刚提到的教育大蓝图,大家都会,呃,虽然说我先不谈说, 到底大蓝图有没有在,在要,呃,对华教怎么样,但是在那个时候, 至少他们几个,几个华团的意见是认为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敌, 但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董总跟华总,呃,就是教总呢, 还是有了一些分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连你们自己华,华,华,华社里面呢, 都自己搞分歧了,那你认为说,政府他还理不理你的意见呢? 他觉得说,根本起不了作用,根本起不了威胁性,你们自己的一盘闪杀, 所以我可以,我可以执意要,要推行就推行,嗯,我在,我在想是, 其实我也在,呃,就是相关的一些,呃,文献里边, 也在看到一些历史的事实,呃,在历史描述的过程当中, 不乏有一些对于华人的描述,呃,但是我对比到现在, 在我所经历的,呃,真实的这种环境的感受来说,呃,也许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 或者是哪个民族,哪个人群,他,他都会,其实像刚才小青所说的那样, 嗯,他都会,其实一共患难的时候,大家都会抱在一起,呃,但是一有糖果分了, 一有面包分了,大家就会你争我夺的抢,抢职位,抢,抢,抢这些好处,呃, 诶,但是相比较是呀,你看巫统这次党选,他们是风平浪静的, 也没有什么大的争执,面对着党果,他们,呃,你看书里两,两个, 两个最高职位,他是不竞选的,为了保持团结,呃, 另外的其他的,你三个副主席,他也是和平竞选,呃,上,上位的,呃, 另外的,他基层民选好像也是一片风平浪静,并没有什么说你争我夺账的一个现象的出现, 嗯,但是相比较,比,相相比较,咱们就看政党方面,相比较,就满华,呃,就是不一样了, 呃,他们,呃,现在其实还没有做到和巫统一样的这种有权力,有势力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目前这,目前的这个阶段,他就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为,为了一些,呃,谁,为了一些村长的职位, 或者为了一些州议员的职位,或者为了一些部长的职位,啊,各方面的一些,一些,或总会长的职位, 这样的一个职位在互相的,互相,互相指责,互相竞争,啊,各种手,手段用之,用,用极之不极,呃, 呃,所以,呃,是不是你看对比,你看像对比来说,大家可以看出,呃,是不是有, 我,我一直是,也是很怀疑的,呃,但是,呃,但是究竟,就是我们,呃,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呃,特质吗, 让我也很难说,因为毕竟很多其他的族,他人性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存在,呃,但是你看从,有一些历史,呃, 啊,我看过的一些历史文献呢,他们,呃,也是说,呃,有一些,就是当时是槟城, 在槟城,他是莱特是创立槟城的一个,呃,英国人,呃,他在描述当时华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呃, 呃,他,他是很客观的在描述了这么一个状态,他说当时的华人呢, 呃,他是,呃,很勤奋的一个民族,呃,来到马来半岛来去生活,呃,这么一个勤奋的民族呢,呃, 呃,但是他们也经常会内斗,呃,不同的帮派,不同的组织在内斗着,呃,但,但是我,我也相信了有一部分原因, 还是因为语言的不通,也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更多利益,他们是一个利益上的争夺, 对于当时的锡矿场,呃,当时的一些资源的一种争夺,所以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一,一个斗争,呃, 呃,当时他们,呃,其实当时的华人的这个社团在槟城,它是很强大的了,整个华人,他们参,当时的就是, 呃,私会党,呃,不像是现在是违法的,当时大家,因为英国政府一部分呢,是靠私会党来统治整个社,来,来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的, 呃,所以它也具有一个社会功能存在,呃,所以说在当时这个环境之下呢, 很多华人都,呃,没有看到,就是,在马来西亚,在槟城这个地方,我要,我的政权上要怎样的去, 我要想怎样去,呃,华人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去立足,呃,我们在政治上要应该争取怎样的权利, 呃,我们在经济上应该怎样的去发展,他好像是当时没有完全这样的想法,呃,完全是,就是, 其实当时英国人他也不是很多的人,还没有华人多呢,但是他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之余呢, 就会听从英国人的一些指示,呃,呃,同时自己也在内斗着,就主要是内斗增加了彼此之间精力的制衡, 就没有思想,没有办法去想,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办,我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域, 我应该怎样去争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和意识,呃,呃,呃, 当时,呃,就会导致了很多,呃,或英国人,呃,有一些招数啊,呃, 呃,使华,华人的内斗更加剧烈一些,他们还有一个招,我记得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招, 这个招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华人内部他的,呃,他的不团结, 也不团结,内部他会有一些,呃,就汉奸,呃,他就会招募一些汉奸, 特别的这些汉奸,他组成了一个队伍,这些队伍专门在华人内部的一些机构, 各方面去挑事,呃,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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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呃,就汉奸应该做的一些, 就是内部的资源,我,我告诉你,我不告诉他,我又挑, 我又把你俩之间的关系调,调越来越坏这样的一个过程,呃, 呃,所以,呃,英国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特质来,来,来,来进行对华人的内部的团结进行一种,呃,干扰, 好,现在,我们线上呢,有东方日报副总经理,吴,吴燕华先生,早上好,吴先生, 嗯,哎,我,我不是,我不在东方日报做了,先,先提问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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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意思,那我们可能过后再,呃,修改一下, 那我知道我们线上呢,有我们的非常资认的吴燕华先生,那我们想,早上好啊, 想跟你谈一谈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呃,华人是一盘散沙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statement,不知道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statement有什么样的,呃,想法呢? 我,我,我觉得这个所谓大团结,呃,本身这个在团结的目的和定义, 跟内涵跟外言本身都,都应该要商榷一下,这个华人是真的需要大团结啊, 我,我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假如喊说这个华人大团结, 就等于说,华人大分裂的这个情况才会需要大团结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问题上,而且,呃,如果喊说这个华人真的大分裂,呃, 看你,看,从什么定义上来讲啊,就是说,因为,呃,华人的定义在哪里, 你,我们讲说华人大分裂,其实我不要忘记我们华人本身就已经分成 讲华文华语的这个区块,跟不讲华人华语的区块,就受英文教育的, 这就是有,受华文教育的这个区块本身眼睛上就有阳排了, 所以,你这个,第一,它假如说没有,发生目前这个,目前的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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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我们华人本身就已经存在着有分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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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在里面,那么分化跟分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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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等的,我想应该不是吧, 所以,进来,我,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谈到所谓这个, 这个,华人必须大团结,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可能有问题啦,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华社团结吗,如果不团结,呃,如果团结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我们正在处于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呢? 其实,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族群,或者是任何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一个团结,或者大团结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啦, 因为它总会里面有多元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华人就有分不同这个教育背景的这个,这个情况, 你看,马人社会也是一样啦,他,他有亲生无同的, 有亲生反对这个回教党啦,他回教里面也有,也有分化, 啊,他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派籍,实业派啊,迅尼派啊,啊, 甚至是这个,啊,这个不同的小小小小的支派,一百几十个都有, 所以,但是,他,他这个,所以不同的这个, 整体一个地比的华人员,马来西亚华人员, 他,他,他,他在这个,呃,这个,客观上是存在的, 那么你说,不团结吗? 我认为说,长期的拥有不同意见,分歧, 或者是多元分化的这个情况,它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至于说,你说,目前, 不管是,我刚才没有听到你们节目里面少谈了几个课题, 不,我感觉就是,大概会提他马华的问题, 大概是董教总的问题, 如果讲马华的问题,其实我认为是应该是利益, 爱丽利益的争夺,而产生的一种, 大家都要上位的一种所谓的分裂, 我不认为这个是分裂,就是所谓的分裂, 董教总的甚至是,包括说是个人关系, 而且是对于华教起见, 这是有情况,甚至说是把它捆绑在华文教育的课题上, 而造成了一种,一种,一种,抗争, 那么,你说说分裂,当然也是, 但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所谓的, 呃,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什么,这个,呃, 传大团结的一个,一个课题, 而且必须要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抗争的分裂,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 除了这个草跟人质, 这个问题, 才是一种, 你,有你讲,我有我讲的一种, 大家的一种,一种,一种切割, 更重要就是说,呃, 如果我们出现一个所谓的, 呼吁华人大团结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呢, 我们,如果说, 华人需要一个大领导,啊, 一个总的领导,啊, 那么,我想应该是这个总的领导, 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 下面呢,才会意见分成, 你比方说来讲, 如果说,呃,这个,呃, 呃,如果说华文教育的问题来讲, 我们这样谈这个问题就好了, 华文教育的问题是因为, 因为, 我们在华文教育的问题上, 已经出现一个, 你,这个, 呃,众说纷纭, 就是你,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当然,对这个, 华文教育应该怎么走, 怎么做, 怎么争取这个问题上, 方法上都出现问题, 才出现, 大家一切分析吧, 那么,就说是分裂吗, 我也不让认为了, 所以, 对于马华来讲, 那更重要就是说, 马华面对一个大腿, 一个大选, 那么, 所以, 马华怎么重申, 那么, 就出现了你的看法, 跟我的看法的不同的问题, 怎么去重新争取, 华人的这个知识, 这个, 这个问题, 而因为这样子, 当中马华作为一个政党, 又有利益的这个关系, 你是牵扯在一起, 你扣押着你的利益, 我争取我的利益, 所以, 就是形成这个利益的这种, 这种斗争, 这个算分裂吗, 我也不认为, 那想请问一下, 吴先生, 你认为说, 分化分裂跟分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分裂是, 分裂是, 比, 比, 这比方说, 这个分裂是, 应该是净乎于, 净乎于, 就是大家已经处处于一种更加, 这个武力, 或者是更加不可, 这个, 分成比我矛盾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个才叫分裂,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这个, 中国共产党时代, 我不想过, 就中国, 当然这个国共, 这个打, 打这个战争的时候, 这个内战的时候, 我想那个是中国的分裂了, 那比方说, 美国在一个南北战争里面, 南方是, 固守这个奴隶制度的, 北方是走出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个工业社会的, 这个也产生一个分裂, 就是, 那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 或者说, 在追求这个国家发展的问题上, 一种已经不可妥协的一个情况, 大家不数据斗争, 无力来打, 这个角色还在分裂了, 那我讲, 你看目前来讲, 马来西亚好像社会角色, 真的是有所谓的分裂的, 我讲, 我认为不存在了, 大家是有意见, 而且这个方, 而且这个所谓的大团间, 似乎还是被利用起来, 而就打至自己本身的目的了, 这个别有用心了。 那你觉得像是廖派跟菜派的话, 这样算不算分裂? 您的定义呢? 我不认为马华里面有分裂, 马华长期都是与这种斗争的, 你不管是以前是林昌佑跟陈修信的这个斗争, 李三春跟这个郑永生的斗争, 还是陈勋川跟梁伟霸的斗争, 还是这个皇家病跟一度要跟这个陈广泰的斗争, 还是这个林昌佑跟林雅里的斗争, 或者是后来的这个吴斯切等跟其他这个派系的这种抗衡, 就一直就永远都存在, 因为党永远不可能是一团合体,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还有不同的理,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所以, 政党里面, 他自然会有这种矛盾存在的, 你必须要把他当个这个民主程序中会出现的问题, 假如一个党永远没有这个斗争, 那这个党本身就没有活力了, 或者说可能可是这个党要死了, 才会不会没有斗争啊。 是不是, 我讨论他现在,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斗争感, 又看着风平浪, 我讨论他暗潮汹涌啊。 这个是在媒体的控制之下, 没有让这个内部的斗争呢, 这个浮信出来, 那么当然目前来讲, 你看这武统的这个党选, 你看就是我们首相这一派, 已经是差不多就是全部赢完了, 他就重要是为了他赢完了, 那这个并不代表说他没有不同的意见啊, 或者说甚至是各个不同的派系, 基于某一个问题, 我先克制我的这个争议, 合而不同, 就是说合而不同, 但是这里面有意见啊, 所以我, 假如说, 比方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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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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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 其实是已经是相当个, 矛盾相当大了, 但他们也是述诅于说, 我们证件的发表, 然后我们输出这个投票, 大家决定用全票来决定这个胜负, 这个, 也即使像矛盾而好, 我们大家认为说,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 一个民主竞选当中的那个过程必须拥有的, 嗯, 但你说, 你像, 像马华内部, 他现在就双方都在斗争着, 这种斗争, 他最后他产生了一个, 他有一部分啊, 您认为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民主的象征, 因为有意见, 他才会有进步, 另外一方面, 有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 他是内乱, 他是他, 他他他也不团结, 一直以来就是乱糟糟的情, 这种这种状态出现, 但有两方面的不同的说法, 其实两方面不同的说法, 他他都会有一个就是, 叫物极必反嘛, 他都会有一个有个有个物极必反的一个, 一个事情, 就如果说你这样的, 一直说不团结, 但是不团结, 他到了一个极点, 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或者说你现在说, 就是胡先生您认为的, 他是民主, 民主的一个竞争, 但是民主的竞争, 但是让大家体会出来的, 就感觉好像是, 没有什么真的新鲜的思想, 融入在这个民主竞争的过程当中, 都是大家就是, 因为这么大的小事啊, 你要我, 我咬你这样的一个事情, 您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民主的体现, 还是一个更像是一个不团结的一个体现, 我必须讲就是, 我们提出说, 华人大团结的这个课题,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们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其实没有一个思想, 可以让我们大家共识, 这个才是造成我们意见分成, 你咬我, 我咬你的情况, 假如我们有一个故事的话, 其实这个不会出现的, 而且, 我们也不需要真的搞到一个, 大喊一个, 华人大团结的口号, 不要忘记啊, 我们马来西亚有大团结了, 也不曾有了, 你想想, 假如我们, 这华人大团结, 不要忘记啊, 我们还要看到马来人的情况, 你如果是华人大团结的话, 那马来人会怎么看啊, 这个问题是在, 就存在了, 所以, 这大团结的课题, 并不能建立在说, 一个, 民主或者这个种族本身的一个议题上,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它会谈什么呢, 因为华人要谈民主主义上, 会造成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 那么那个时候会变成什么问题呢, 就马来西亚大团结的问题, 又有这个诉求了, 所以, 我们, 我觉得我, 我是这样一个, 因为我们在一个多元民主的国家里面, 我们谈一个民主本质的大团结, 其实我觉得, 它并不实际的, 而是说, 我们华人本身, 如果是要救华人本身, 这个课题, 而且谈我们的团结呢, 其实在过去也来讲, 我们在1957年的时候, 当地, 就有陈群先生提出, 华人大团结, 口号, 李三春在1978年也谈过, 华人大团结, 那么陈群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 也谈到人人为我, 为人人搞一个合作式运动, 就通过合作式运动, 来提升华人这个经济, 这个地位的一个运动, 这些其实, 华人大团结在这个, 这个口号, 其实在马来西亚, 这个根本, 它并不新鲜的, 而且你发现它也没有成功, 因为为什么, 每一次所谈的这个课题, 其实很多时候是, 它压定了很多政治的炒作, 而造成这个华人大团结, 本身这个口号呢, 它是一个很空泛的, 它只是一个, 它不实际的一个做法, 当然, 我们当然也是用华人有大团结的一个, 当然这个大团结本身, 一定要有一个几个考虑, 你必须是一个, 在马来西亚大团结的一个, 这样基础上, 来谈华人大团结, 这样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就变成是搞政治主义, 这是一, 第二, 大团结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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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法的, 必须是涵盖在各个方面, 包括是政治, 经济, 财富的分配, 文化, 跟政治宗教的这个分析, 等于这个问题上这个大团结, 因为, 如果你说华人大团结,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所谓教育课题跟政治课题, 不要忘记华人还有宗教问题, 我们华人分成不同宗教的, 那么这个宗教当中里面, 其实有时候也有很多争论的, 所以, 所以, 你说大团结, 其实目前只是因为说, 现在出现了一些, 一些政治上的乱象, 他只说是, 教育问题上的一个乱象, 而造成而已, 我甚至把规律为, 就是个别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乱象, 而华人呢, 也很忧心在于说, 我们的政治权益会怎样, 我们的这个教育权益会怎样, 而这样一个, 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犹豫, 我甚至必须讲, 就是比方说教育问题上, 其实我们如果是一支步动的, 继续在做华教华教,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 华教当然要不用, 那华教地义在哪里, 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进程里面, 我们华文教育里面, 是不是已经应该要包容了, 其他语言的这个学习在里面去, 那么在争取华文教育的课题上讲, 难道我们只是成交说, 我们华人应该叫华人应该怎么样吗,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啊, 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这个方法里面要讲究, 要讲究到说大家, 甚至是可以争取到, 甚至是连其他民族都认识, 你们很进步耶, 你们真是可以看到, 全球化的方向已经来了, 已经我们要迎向这个全球, 全球化的一个大局势, 而我们适应, 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本身, 就面对这个东西, 那么当全球我们都能适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更加能融合我们进入这个马来西亚, 各个民族人都接受了一个华教的诉求呢, 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啊, 这样子的一个地下来, 华人大团队, 我讲反而是更加容易水到渠成, 其实你看在现在华教的问题, 刚才其实我也同意你的意见, 其实现在是缺少一个领导, 领导权整个华教, 或整个教育华教方面的一个人, 那么你看以前, 以前记得是沈沐宇先生在世的时候呢, 他一般在董总和教总, 因为他是教总啊, 董总教总在协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沈沐宇他就主动说, 如果是意见不统一的话呢, 他往往是就是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就是跟着董总一起去做吧, 这样的比较有利于华教的一个异股声, 一个团结, 那么现在的情形看, 好像是谁不是沈沐宇的那种状态了, 就谁也不让谁了, 大家都出来做事情了, 是吧, 这是不是他是人不同, 还是你看先辈们, 他们也是说团结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更加想表达出自己的一个意见了, 这样的一个分寸一个把握应该怎样去把握呢?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不同了, 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了,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是, 这个华人跟其他非华民族的这个矛盾呢, 其实还相当的这个不能不调和,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华文教育当时来讲, 它是一个纯华文教育本身的一个诉求, 跟现在的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华文教育本身, 其实也就融进,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在做了这个调整, 进化, 达到目前一个这样的阶段, 现在的这个华文教育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全球化的冲击这个情况, 其实这个条件更加大, 因为我们不仅是需要读华文, 我们还需要读国文, 还需要更好的掌握英文, 所以我相信在很多华人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华人社会里面的各个家庭里面, 其实很多暗地里心中里面, 都更加想要希望读更多英文, 或者是掌握更好的马来人才对, 所以这个才造成, 大家名义上好像是在谈说, 华文教育, 暗地里其实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 所以这个其实还有包括说, 每一个个人团队里面的个人本身的私立在里面的, 所以假如说我们, 所以你还看到就是当领导方面来讲, 领导机构人一直在喊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也很多万中一心的谈这个百万人, 其实我在想真真真正正的, 去认同说去走这个方向的人, 我在怀疑到底有多少人, 而且, 那个所谓的万能, 或者百万人亲民运动来讲, 这个造成的一个效果是如何, 这个我也很担心, 所以你刚才提的就是, 这个是不是说, 当然你刚才也提到说, 就是以前沈穆宇说, 有一个所谓的退让的一个姿态, 就是说愿意说退让, 其实我看到就是, 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很伟大的运动啊, 都是平衡通过牺牲而达成的, 你比方说一讲甘地, 他为了当年, 要一大印度这个共和国的产生, 希望巴基斯坦, 穆加拉, 这个西里兰卡, 都统会在这个印度里面, 他愿意谈, 结果他是被, 反而是被本身的教派, 所暗杀掉, 你比方说林肯也是一样, 南北战争之后, 这个结果是反而造成, 他自己本身被北方的这个, 再加上这个拉平, 以色列这个总理, 这个和平, 诺贝尔和平讲的得奖的, 也是一样是跟这个阿拉法和这个河谈, 希望说这个大家以色列可以跟进, 巴勒斯坦可以共同建国, 也一样是被他的本身人杀了, 所以你刚刚说提到就是, 华教本身来讲, 这个退让跟, 就是说大家坐下来协商, 这就是包括说, 让自己本身, 基本派的支持者对你所误解, 其实这是必要的, 因为假如你没有这个阵子的话, 这个和解不会成功, 这个团结就不会出现了, 像吴先生, 我其实相当认同您刚刚说的整个东西, 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矛盾, 想请教吴先生,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 就是在华人团结的前提也是要, 应该是马来西亚所有的整个国家的团结, 但是感觉说这两者之间是有所矛盾的, 就是如果说很多时候, 像是华先生刚才说的华教, 或者是这两个等等, 很多时候提倡整个华人团结的时候呢, 就让其他的, 就会感觉说就是跟一个国家团结, 是有一点点矛盾跟重复的, 因为你必须要, 就是如果说你要整个国家团结的话, 可能要需要放弃一些东西, 像你提到的一些退让, 或者一些牺牲, 那是否说, 可是这样子就会划涉, 就尤其像可能董教总这一部分, 或者是就会有一些顾虑了, 就是说就有一些危机感, 如果华人团结, 可能就是我们就会慢慢的被同化, 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华人了, 可能大家全民就是只是马来西亚人了, 所以会不会有这一方面, 他们又放不下这个忧虑呢? 种族的尊严跟情怀, 这方面又怎么应该可以平衡跟释怀?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说华人大团结这个口号本身呢, 是有, 我并说它并不是有问题, 而是说我们在谈这个华人大团结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的思维思想有问题, 华人可以大团结, 所以我说这华人大团结的这个, 这也很多外言本身我们要定下来,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大团结, 我们才能谈大团结, 因为我们现在喊这个口号的时候,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对华人大团结有不同的解释的, 我们大家有不同的这个定义, 所以是不是华人大团结就是, 我们和华人团结在一起, 我们就是争取我们的权益, 当我们争取我们的权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损害了其他民族的权益, 这个很重要, 你刚才问了, 就是华人大团结跟国际的大团结是不是有矛盾, 其实好像是没有矛盾的, 假如我们把华人大团结的定义定得很清楚,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必须在这个国家大团结的情况之下, 来定华人大团结的这个概念才行得通, 华人是不是应该大团结, 应该, 但是是怎么样大团结, 这个地义跟在韩开的范围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说, 真的是搞主族主义或者法文主义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运动, 所有的运动就发展高, 这个华人大团结, 我觉得他当中就有这种, 希望把这个绑架在一起, 以便使自己本身能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 达到自己本身的目标, 所以才会喊出一个, 我先说我再举个例子啊, 就是之前在这个整个教育大团图里面, 可能就是想要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 就有一项就是说, 以可能说是国小为首选的学校, 就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环境底下, 互相的更加融合嘛, 但是在这方面可能就, 华教团体呢就有意见, 觉得说这个就是要消灭华小吧, 华小慢慢的灭掉这样子, 所以在这之间, 就是我就说这样子的话, 我就心里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矛盾说, 如果是要整个国家大团结的话, 那为什么华传会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呃, 教育政策里面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哦好, 那有关于说这个华文教育, 这个受到这个,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是呃, 这个我们说这个政府本身, 对于这个华文教育的意义, 以向来都有这种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其实华文, 华小或者华文教育, 受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必须从历史, 从看, 这个看来看下, 1961年教育法, 你不管是拉扎报告书, 还是报告书, 还是后来的, 一概一概, 在1996年的那个教育法, 其实它当中, 其实就包含着一个这样的政策, 所以所谓的华文教育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其实并不是个心情课题啊, 那么你这个,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2013到2025年的这个, 这个, 呃, 教育大蓝图, 它仅时是延续着过去的这些政策, 一直上下来, 那么我们, 我们其实是为了一个便利, 而进一种火力, 一直在猛攻目前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 它有当中有有有有有有炒作的成分存在了, 那么, 那时候你要, 要看这个教育大蓝图, 呃, 它当中有相当多的矛盾, 包括说他们马来人本身都对这个有问题, 比方说, 不是我们付了很多钱给这个外国专家来, 来谈这个教育大蓝图吗, 哎, 他们, 我们付了几亿元, 给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外国专家, 啊, 我们的前首相, 啊, 敦马蒂一生, 你给了这么多钱, 为啥你没有请教我啊, 我, 我给的依然更加好, 还好过你这个这个大蓝图, 你看看他马来人都有这样子, 那么, 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我看了这个教育大蓝图的第一本, 那就是去年出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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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本, 其实它整个前年其实相当公平公正, 甚至是表明的很清楚, 我们这个国家从2000年到2009年间, 我们的教育水平急速下跌, 而且我们甚至是不比不上泰国, 甚至只能跟菲律宾, 而只是领听的一些国家, 像比美而已, 像比丑而已, 也不是比美, 那么, 但是, 而且, 而且, 里面还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对教育的付出, 是比这些国家多出三倍了, 似乎得到成果, 结果是如此, 换言之, 这个教育大蓝图本身就已经认同, 或者是忏悔, 或者是认错, 因为我们教育制度是不对的, 这个是前年, 但是这个是自行的工作里面, 不管它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全部,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根本不符合这个, 这个教育, 这个前年所, 所做的认错啊, 那么, 所以, 这个教育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个所以, 我讲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教育, 教育大蓝图本身有问题, 不在意说, 它是对华文教育的这个, 这个不公平对待, 它也包括说, 它对国民教育, 马来文教育, 其他民族教育, 本身是进行一个, 一个相当的伤害,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样, 你从外国专家请来, 做了一个分析之后, 告诉你, 马来, 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教育水平是多么的, 相当糟糕了, 而结果你在制服的这个, 里面呢, 你确实反而起到而行, 它继续是让你的这个, 教育制度继续的, 这个受害下去, 所以我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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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来看这个就有大蓝图, 就是, 华文教育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是在这一次, 是, 就好像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几个教育, 教育, 的自行单位, 在对待我们的国民教育一样一样, 我们用旧的方法, 用旧的这个思维来去对待我们的教育, 这个教育, 这个方法呢, 对马来文教育, 印度文教育, 华文教育, 或者是其他民族教育一样一样这样子, 所以, 当我们争取华文教育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跟其他民族绑在一起, 我们说不公平教育, 但是我们要帮忙, 关注一下, 马来人或者是国民学校里面的教育, 也是一团渣啊, 他们的问题, 恐怕也不比我们华文教育的来得少啊, 当然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看到我们的, 我们看不到他们, 这个, 我讲他们也不对啦, 就是马来民族的几个问题, 马来民族其实弱势, 其实我们同意, 马来民族是弱势的, 可是当他们的弱势当中里面, 他就有一个原因, 也有一个目前的一个境况, 他的原因是在于说, 他这个教育制度本身, 他们所施行的教育, 一次也都没办法把他们的, 智力跟智慧, 或者是他们的水平, 提升上来, 以致到, 导致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竞争力薄弱, 所以我们一直讲求, 我们说我们要进入一个高速度, 可是我们教育制度, 如果这样子下去, 但人果大多数的马来民族都这样子, 那么这个国家会怎样, 所以我觉得说, 华文教育这个问题的其实要放大来看, 应该是在从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角度, 来看国家教育问题, 来看华文教育问题。 胡先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刚才你提到, 我也真的也很赞同你的意见, 因为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不一样嘛, 你看有搭搭华人, 他们的意识形态, 纯是英国人的这方面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前后来到马来西亚的一批一批的华人, 他们的意识形态也是各个不同, 所以在不同之间会产生一些问题, 你像现在在华教, 在华教你看就产生, 刚才您说就产生有两个极端嘛,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大家都是很民主的话, 大家都是你能说话, 我也能说的话, 我也能说话就会产生了一种群龙无首, 就是群龙无首之后, 就是你说话我也说话的就很乱,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所以说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就是做到, 就是听一个人的旨意, 那个人说什么我就跟他要去做些什么, 这也是不是很民主的, 所以说你看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呢, 是不是现在的华社整个的面论的问题, 就是刚才其实也是您所说的, 是不是整个的一个, 无论是华教还是马华内部, 他们的一个体制, 政党体制和华教体制, 它需要一个民主的体制, 在这个民主的体制下, 需要有一个人说话是算话的, 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去带领, 就哪怕大家都寄见不同的时候, 那么这个那大家都会要听这个领导人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体制吗, 您认为? 好, 我觉得我们华人其实, 我们的封建都相当相当严重,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说有一个大领导来去带领我们, 走向一个光明, 这个光明的这个世界, 其实你看这个民主制度很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希望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统一的领导而造成了独裁, 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华人本身不懂得善用民主的话呢, 用希望一个英明的领导来之后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最终就变成一个独裁了, 其实多元领导很重要, 那么多元领导就要服从民主这个很重要, 有个不懂的服从民主, 而又很善于搞权谋, 而就利用一个所谓的华人的纷争的问题, 而就打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这样就会把华人带去, 我们这边马来西亚人喜欢用的就是带我们华人去荷兰一样, 所以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一些领导, 就是不同组织里面的领导, 包括政党里面的领导, 本身领导的素养跟他们的修养都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要解决华人所谓的, 真的要达到这个大团结, 就是要解决华人分裂的问题, 假如有的就有情况, 有大分裂的话, 那么我深深认为说, 我们的这个已经站在这个领导阶层里面的这些领寿们, 本身真的是要提升他们基本的修养, 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胸怀, 自己的胸怀, 我想这样华人的问题才能解决, 我不认为一定要大团结这个口号, 但是如果有好的这个领导, 有修养的, 有民主的这个素养, 有民主的精神, 我想华人就不这样纷纷扰扰了, 你不需要喊华人大团结了, 嗯, 好的, 谢谢吴先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 好的, 谢谢, 拜拜, 其实刚才呢, 我们与胡先生聊到, 一开始他确实给我了一个感, 就是感官的一个改变, 因为一开始我确实是感觉到这种不团结, 是不是由于华人内部的一些问题导致的, 呃, 呃, 但是呢, 经过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 是感觉到其实, 呃, 确实每一个人他有每一个人的意见, 每一个人提出意见的权利, 那么这个提出意见的权利, 我们会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提出, 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制约下, 我们有这样的意见, 他会产生, 他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作用, 好, 我们的, 我们线上呢, 有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主席, 胡万朵先生, 胡先生早上好, 好, 你好, 要什么, 胡先生, 胡先生, 我们今天呢, 就是稍微想跟你聊一聊, 就是, 呃, 华人是一盘散沙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就是, 之前也有说, 就看到一些发言说, 可能政府呢, 就是一意故行的要推行一些政策, 呃, 不理华人的感受呢, 就是因为看准华人是一盘散沙, 呃,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您有什么看, 有什么意见呢, 我认为我们华人是一盘散沙是吗, 呃, 我认为我们华人不会一盘散沙, 嗯, 嗯,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从历史根据来看, 我们是随便来, 随便来找生活了, 嗯, 是, 但是因为政府政策方面, 有一些偏差, 使用我们大家只是照顾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们国家政府啊, 呃, 没有利用我们华人的话呢, 我们国家应该成为小龙啊, 这东西啊, 我们华人是刻苦赖劳的民族嘛, 到什么地方就成功了, 那我是讲个例子啦, 比如三杂来讲啦, 1973年, 嗯, 华文教育遇到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差不多是一些迷茫的时候, 我们大家, Piritzo发起, 发动, 渡中复兴运动, 很快的, 把华教保留到今天, 所以人家说没有73年华教育不行运动呢, 今天的马来西亚呢, 没有今天了, 因为我所跟随我所了解啦, 在海外的华人来讲啊, 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 还是保留着完整的华文教育, 我们的生活还是根据我们的传统, 根据我们的儒家思想的生活, 所以是我们觉得骄傲了一点这东西了, 是马来西亚来讲啦, 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会到这个地固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适当的领袖, 主要在接流, OK? 嗯, 可是像你刚刚说啊, 可能在其他国家华人英明之后呢, 就是, 就可能不会保存那么多关于华文的一些文化之类, 就像一些华人去到了美国人, 美国就会不介意自己被称为美国人, 澳洲也可能讲到, 反正他们是自豪他们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其实这样子会不会是马来西亚是因为不想先自我矮化呢, 所以他才会要这么强调自己是华人, 保留华文文化呢? 对了, 所以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来讲个新加坡同, 新加坡的华人就讲英文的比较多, 是吗? 上层社会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华语到处每个地方都可以是英文用到的, OK? 其实你看在确实从历史到现在, 他有一个传统, 华人有个勤奋大家一起努力的传统, 但是你看从最早到现在以来, 感觉为什么给大家保持的一种感觉, 就是华人内部始终是会有一些内乱的, 就你看从一开始早期的一些华人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内斗啊, 因为资源, 因为稀土啊这样的一个内斗, 那么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有一些就是无论是政党还是华教内部, 他也有一些内斗, 那么这些给人的感觉, 你认为他源自于哪里呢? 就各有各的看法的东西了, 各有各的看法, 那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我的看法是内斗的问题是, 我们华人内斗的问题只是一些世界上的问题, 一般上的我们相当团结的应该是相当团结的, 是吧? 比如说内斗的问题是政治上的一些人, 人事的这些东西了, 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啊什么等等, 就内斗了这些东西了, 所以在面对着就是个人利益的时候, 是否就会让大部分的华人想要放弃团结这件事情呢? 也不见得了, 只是一些搞个人利益, 只是一些证件商的人士的东西了, 证件商人士 那教育, 你看教育方面, 您也是教育方面的元老了, 那您认为教育方面也是在搞, 现在目前也是在各帮各派的在做的一些问题, 你认为它是不是内斗呢? 没有了, 没有什么内斗的东西了, OK?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 就是你还蛮认同说华人啊, 华社是还蛮团结的, 我们还可以团结的东西, 我们华人还可以团结, 那可不可以举一个就是你过去的经历啊, 或者是一些你亲身体验的例子, 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说, 华人其实是不是一盘三杀还蛮团结的一些例子, 哎,我是怎样讲啊, 是华人虽然我刚才谈到几年, 我就怎样讲啊, 我们华人虽然是团结, 但是也是意见不同, 也是意见不同, 比如我来讲, 我本身来讲啊, 我是中西关东的人士来的啦, 我认为呢, 我们母语教育, 我们应该要传播下去了这东西啦, 要保护下去了, 但是同样的, 我们为了生活,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环境, 我们也要学习多一点英文啦, 英文啦, 比如英文是国际语文啦,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东西啦, 是不是我们所用的阿拉伯文啦, 阿拉伯文是国际语文啦, 所以每个人都认同啦, 所以英文呢, 也是在科资上, 商业上也是一个基础啦, 所以我们应该就学习它, 才对这东西啦, OK? 那对您来说, 像你说要跟英文要学起起来, 那你觉得华社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大家都团结, 那是不是就是, 其实根本不太, 根本华人就不需要团结了, 就不需要团结, 不需要鼓励大家团结这件事情了呢? 我也觉得, 我听你听不大清楚的东西, 了解。 就是说, 您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处于团结的状况, 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鼓励大家团结了呢? 我们, 我应该鼓励大家团结才对, 要鼓励大家团结, 那么领导人最重要的, 领导人啦。 最重要的是领导人, 领导人, 领导人的素质非常重要。 其实刚才跟吴先生, 他也说领导人的素质很重要。 对于整个团结来说, 整个华社各方面的团结来说, 其实你在你内心当中, 他也是有一种隐忧的, 对吧? 有一种隐忧的, 就是其实确实现在如果说, 华教, 华教他现在, 如果能够拧成一股练成一股绳, 就像你们当初那样做一样的话, 那么你是想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是吧? 我不太清楚, 接受你这些团乱的东西。 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你也一直认为, 就是华教他, 无论是华社, 他是需要团结的,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 就是在有了面包之后呢, 就会想更多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的欲望,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 就是其实在很多情形下, 刚才其实跟吴先生也谈了, 一个是领导人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整个民主体制的问题, 两个问题解决就完好了, 那么你认为, 就整个无论是华人了, 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人了, 整个的这种就是黄皮肤黑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一类人, 他们内在的这种心态, 是不是就是趋向于不团结的一种状态呢? 应该是这样才对啊, 应该是这样啊, 为什么你会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大家只是说, 是靠不靠你们的利益没东西嘛, OK? 对不起, 好, 我们今天就要谢谢我们的胡安朵先生, 跟我们做了这一段的分享啊, 好, 谢谢胡先生, 好, 拜拜, 拜拜, 是的, 所以亲了两位嘉宾啊, 对于这个华人是一盘散沙, 就各有各的那个说法, 看起来就是我们这一位嘉宾好像似乎就是对于这个华人是一盘散沙的这个观点呢, 他有他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看法, 是, 其实我让我去想到第一个, 就是其实两个这两个嘉宾呢, 中间还有一个行接共识点呢, 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在华社都是华人也鼓励着华文教育, 但是呢, 其实他们同样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也承认了说, 像以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就不能再以过去那种华教的方式呢, 把它沿用到今天, 而且更要关注是整个社会, 整个趋势, 整个国际的趋势, 趋势还有时代, 就是比如说刚才说也要注重一些马来文还有就是英文的部分, 在整个时空底下呢, 要如何让整个国家整个教育呢提升, 其实还有更多的需要大家更加努力的地方, 而不只是一味的在在炒作, 一味的只是说要要民族的尊严或者民族的情, 炒作情感这个部分, 因为也来到这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炒作呢, 慢慢尤其在年轻的一代已经慢慢的不奏效了, 所以其实更应该注重的是品质, 像刚刚也有两位有提到的就是领导人的部分, 领导人的眼光要放得更远更高, 不要只是在这个小薰圈里面围着在自己的小薰圈里面自己闹, 而是更应该走出去去看看整个社会局势, 能够把更多整个国家, 尤其如果说我们如果还在说这华人呢, 把华人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同时呢也要照顾到其他的种族,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马来西亚, 有其他的种族的同胞, 这更应该呢就是走出去, 让大家呢更主要, 刚刚吴先生说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团结更是重要的, 嗯, 这刚刚才的胡先生的就是这位华教的元老呢, 说话也比较比较好玩是吧, 我们是团结的OK, 我们是不团结的OK, 好了好了, 其实我们都很明白, 其实他能够内心能够感受到就元老对于整个华社的一种爱, 其实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他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说我们华社, 我们华人是不团结的, 我们是一盘散沙, 这也能看从胡老的身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但是他内心当中我们也不乏能感觉到他有一些隐忧, 这些隐忧就说确实也是有些不团结的, 你像没人都有没人的利益, 为了利益在利益当前哪能不为利益所低头, 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 就像刚才吴先生所说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其实一方面我们需要在, 不能说是太民主, 也不能说是太独裁,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提出每一个人的意见, 这是好的, 但是这种意见它是良性循环的, 在这种体制下它是良性循环的, 它是具有建设性意见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 这个好的领导人当大家都各自有意见的时候, 他能够站出来用他的一种资历和用他的一种精力和他的一种领袖的魅力, 能够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 这是让所有人能够听他的, 是这样的一个领袖, 同时在这个方面上, 我们在这个制度上和人员上的选择上, 我们步伐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原本上只要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人, 差不多有一部分都有这样一个天性, 这样的一个天性就是团结的这个力度比较小一点, 就容易产生分裂, 容易产生分歧, 所以这一点还是需要大家在自己通过以自己为研究对象, 看看自己平时的状态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有这么一个状态呢, 我们需要怎样的去在这个民主体制下,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领导人的前提下, 怎样去改正这种状态,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网络留言, 像秉超呢, 就说赞成嘉宾所说的, 华人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团结那一部分, 而是思想上跟不跟得上时代, 有没有国际大局观, 就如大家都认为华教重要, 但是在行事上执行上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分歧, 这些可以透过教育和系统化的组织来解决, 那所以华团的问题是在于难以合作, 但这不表示他们互相憎恨还是斗争什么的, 要是懂得和大陆合作, 把整个教育体系国际化,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董总和教总甚至是华总之间的关系也是差不多这样, 领导人可能很草包, 可能乱说话, 但是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会以互相陷害或者出卖华人利益为主要思想的, 马华其实本质上也不是这样的, 但是领导人的素质确实不行, 辜负了华社还死鸭子嘴硬另外一点, 就是他们这种委屈求全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了, 华人需要团结和华教年年拼临灭亡是差不多吧, 都是那些唯恐不乱的几个华团领袖在煽风点火, 那恩中基也有说, 思想跟不上时代是董总不是华人, 很多华人是借用董总来反政府, 不挺董总呢, 不代表说是不团结, 他还要提到说, 其实大部分华人一样的只是一个安居乐业和不被歧视的环境, 没有马来西亚华人, 华教也不会在地球上消灭, 是因为有中国的存在, 马来西亚华人是很现实的, 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 英语一定是首选, 华人的贵族全把孩子送出国外受英文教育, 有的能力的中产阶级到了国际学校, 剩下的才去读中, 华社要的是有素质的教育, 看那些移民海外的华人有多少坚持, 他们要在他的国家有华文教育呢, 民族尊严只是烟囱政治下的把戏, 华人在大马逐年增赏, 可能也是我们不需要太悲观, 因为那时候马来人也会分派系斗争, 华人那时候可能就变成造王者, 就好像现在的印尼, 这边也有提到像是刚刚吴先生也有提到说, 可能口头上是支持董总什么, 但是暗地里其实可能也是不太, 心理面上面可能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希望大家都认清自己, 从而针对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 认清自己去也许去好的去继续传承, 不好的, 那么我们需要去在日常生活中去继续改正, 因为这是毕竟人生命的一种意义,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那明天同样时间呢, 再跟大家一起填满星空,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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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